好 V提依 下面各種儀器 何者可以加熱 而且要墊上陶瓷纖維網 然後我們曉得 集氣瓶兩桶是不可以加熱的 試管是可以直接放到火上好了 燒瓶燒杯可以加熱 但通常會佔一個陶瓷纖維網 所以我們答案選擇是B OK嗎? OK 練習下面哪個東西 不可以放到酒釘燈上面去烤 去加熱 哪一個不可以 停車站借問 哪一個不可以 No.4號 4號 你說誰 你選B 1 請坐 答案是不能夠直接加熱 幾瓶通常都不會加熱 練習2 有關於兩桶的操作 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兩桶操作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對 好 停車站借問 哪個敘述是對的 帥哥男 33 帥哥男 暫時找不到 26 26號 D 請問你 誰 豬 你選誰 你選C 請坐 D 重來 好 豬啦 我就講豬 兩桶 兩桶只用來 兩桶只有一個功用 就是量液體 體積不可以加熱 不可以配化學藥品 不可以讓它發生反應 不可以讓它發生反應 這是練習02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 下面 第2 下列實驗操作 誰是對的 哪個操作是對的 用剩的藥品 不可以再把它用回去 不要造成污染 液體的吸的時候 重點就是 不管是吸的時候 拿的時候 都不要讓藥品 碰到那個橡皮球 點燃酒精燈 必須要用打火機 或者是火柴 不可以拿酒精燈去點酒精燈 重點就是 稀釋濃硫酸的時候 要將濃硫酸緩緩的 倒入水中 實時攪拌 所以呢 我們的答案選的是 我們答案選的是 豬 OK嗎 這上面 都少打一個字 稀釋濃硫酸 上面寫打的稀釋 少一個字 OK 可以嗎 可以 練習03 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下面哪個敘述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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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B 你選AB的B嗎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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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口可以朝上可以朝下 就是不可以朝人 然後 可以朝上可以朝上 就是不可以朝人 B B 練習4 下列有關於實驗室的操作 誰是對的 B 有關於下列實驗室的操作 誰是對的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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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 B